2023-2024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即将正式开战 对于中国女排的球员们来说 通过排超联赛保持状态 恢复到主客场之后可以打出更加激烈精彩的赛事 争取通过高水平的赛事 挖掘出更多优秀的好苗子 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优秀的国手们保持好状态 从而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做储备 所以说本年度的排超联赛备受瞩目 哪些国手状态出色 哪些星星会崛起都令人期待 而谈到排超联赛 其实大家最失望的一点就是联赛两级分化严重 缺乏高水平球队之间的强强对话 联赛中强弱分明差距太大 所以说国手扎堆的情况下 导致有的球队实力太强 大部分球队实力太弱 强对一方的国手们在一起 可以轻松拿下冠军 争冠之路上也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 整个赛季打下来 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和压力 这对于运动员起不到任何的锻炼价值和意义 一直以来 天津女排和江苏女排都是排超联赛的传统强队 但是除了这两支球队之外 很难再找到其他实力特别出色的球队 所以说想要改变这个现状 最直接的方式就要杜绝国手的扎堆 一定要让这些国手不在同一支球队效力 如果某一支球队囤积大量国手的话 不仅不利于国手保持状态 反倒是把国手们的状态放凉了 更不利于整个联赛的发展 而就在新赛季排超联赛开打之前 中国女排的队长袁新月宣布了职业生涯重大决定 新赛季排超联赛 她正式加盟天津女排 联手李莹莹 姚迪 瓦尔加斯 王媛媛 以及王一竹等众多明星球员 这样一来 新赛季天津女排在联赛中又是一家独大 新赛季排超联赛冠军的归属 甚至已经被提前盖棺定论了 我们的联赛也缺乏了更高水平的激烈对抗 强弱分明的比赛之下 天津女排国手们也不可能保持好状态 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女排未来的整体状态 所以说伴随着袁新月宣布了职业生涯重大的决定 加盟天津女排之后 这无疑是一个对于蔡斌来说非常遗憾的消息 蔡斌肯定希望袁新月加盟一支弱一些的球队 能够均衡一下联赛各支球队的水平 但是现在来看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而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国女排 如果袁新月去一支联赛中游球队的话 是更理想的选择 但是为时已晚 袁新月已经做出决定 中国女排新周期的命运在生变 我们只能期盼着 在海外联赛的朱婷和丁霞 能够在未来给国家队带来更多帮助吧